张氏一点都不觉得夸张 他还认为白酒摆上三日 是极常见的事 透一天请朝中的文臣 还有那些曾经指点过 你哥哥功课的大儒们 这些客人的喜好都清雅些 韭菜都要清雅的 请两个一等的琴师 来弹琴助兴 弹诗论文的一天就过去了 第二日再请曹家等一众武将人家 你祖父昔日的桃泽下属 也可以请几位 至于京中的其他巡贵 我远也不熟 请不请董吴官检要 他们这些人多爱酒肉 大鱼大肉 山珍海味 明酒佳酿 也就对付过去了 再寻两个戏班子 唱上几出热闹的戏 想必能让他们满意 到了第三日 倒是可以请些年轻的孩子 你和你哥哥 新认识的朋友都请一请 你哥哥那边另开一席 你则在花园里 开一次诗会 把京中的闺秀们 邀来就是 虽说春光已过 园子里倒也有些花可赏 若想要再体面些 可以去寻花商 多买些奇花异草 来冲冲场面 张氏毕竟做过多年的贵妇 虽然不喜交际 但真要她操办什么宴会 她也是操办得来的 这一番话 也算是安排得有条有理 还按照来宾的喜好 做了分类 每一日该做什么 也都心里有数 照着这个章程去办 其实也没什么难得 但赵秀算了算账 要依张氏的安排 这三日酒加起来 少说也要七八百两银子 如果韭菜选用昂贵的品种 价格还可能再高些 完全是有出无尽的花费 排场是够了 但实在太过费事 而接连三日准备三场不同风格的宴会 对现在的贱南侯府主仆而言 也似乎有些吃力 她不是很赞同地说的 祖母不是说 不宜大操大办吗 为什么一下就要摆三日酒 文臣武将都是陛下的臣子 为何不能在同一天里参加宴席 戏酒我们都可以安排 喜欢谈诗论文的也可以另开茶会 年轻人也不必特地择一日另行邀请 闺秀们更不必非得赶在这时候开诗会 祖母虽说要为哥哥着想 但也不必交往过正吧 一连忙三日你还不得病倒呀 没病也要累出病来了 张氏见孙女关心她 脸上也露出了笑容 这也没什么 我不过就是头一日劳累些 还要应酬应酬 到了第二日 武将家的女眷来了 我出来露个脸 腿说病了 就可以回院子里去 横竖我与他们也不大合得来 坐在一起反而无趣 至于第三日的宴席 那是你们小辈的事 不必我出面 赵秀觉得有些牙疼 祖母这众文轻武的想法 什么时候才能改了呢 她问章是 您这样不要紧吗 第二日您只露个面就回院 那招呼客人的事都交给谁呀 难不成是我 我年纪还小呢 再说要招待那些武将人家里 上了年纪的女眷 我的分量未免太轻了吧 张氏又迟疑了 倒是赵伟在旁提她说话 从前祖父还在时 那些武将品节全都在祖父之下 还有不少人 是从祖父手下调教出来的 他们的女眷对祖母素来敬重 不必祖母费心去招呼 因此祖母每次都是开宴时 出来露个脸 精神好时就陪着曹太夫人 等几位老夫人说说话 若是精神不好 来的女客不熟悉 只管躲回院中 断没有人胆敢说祖母半句的不是 那时招呼女客的 是牛士与蒋士 不过即使是祖母身边的妈妈和姐姐们 女客们也都极为客气 赵秀恍然大悟 正色地对张氏说 祖母 今时不同以往 咱们家艳客 您再不出面 就显得怠慢了 咱们家知识才刚刚拿回爵位呢 张氏犹豫着说 从前我也曾经问过你们的祖父 但他说 咱们家在军中威望已经盛极 很不必与其他的武将太过交好 若是跟他们交情太好了 上头说不定还要猜忌咱们家呢 因此 他们男人在外头偶尔一句 吃吃喝喝到没什么 我们女眷之间就不必来往过多了 更不要结儿女亲家 尤其是驻辽东边城的武将们 赵伟微笑着对张氏说 祖母 那是祖父还在的时候 如今的建南侯府 还有什么可让上头猜忌的呢 我们家除去每年的大节庆中 与曹家以及祖父的几位旧部 还有礼尚往来 其他时候 其他人家早就说不上交情了 更何况 孙儿在军中一点名声都没有 与祖父在军中的威望 是与你之别 您其实不必担忧太多 赵秀也连连点头 嗯 是啊 祖母 哥哥将来迟早会出来做官的 人脉也很重要 虽然哥哥已经打算要走科举之路 但他毕竟还是熏贵圈子里的人 总不能因为要考举人 就从此脱离了熏贵阶层 一心只跟读书人交往吧 别的不说 哥哥考中举人后 不能再考下去了 要如何才能顺利地出事呢 这种事 还是要向熏贵人家请教才行呀 张氏被说服了 你们说得有理 那我就多辛苦些 多请上几位熏贵过府做客 对熏贵武将们的女眷也客气一点 多陪陪吧 哎 如今已经不是你们祖父还在的时候了 我已经被宠得太久 倒忘了自身如今的处境 不该再照搬从前的做法了 他让了步 只不过对于赵秀的文武通情的建议 还有所保留 这样不合适 文臣看不惯武将的粗俗 武将听不懂文臣的话 坐在一起话不投机不说 万一一言不合打起来 岂不是落了我们建南侯府的面子 所以他觉得 还是请三天酒比较好 如果真的只摆一天 那就得将文武分开 分别在两个院子里招待 两步相扰 那是最好不过了 就是两边各有戏酒 只怕声音嘈杂些 还有女客们 最好也不要坐在一起 赵秀皱着眉头说 如果一定要这样 索性连戏乐都免了算了 反正咱们家正做法事呢 先帝又才去了不到一年 低调节俭些 也没什么不好 我们只需要在韭菜上 多下点功夫就行了 又不用在京城权贵的圈子里 整个善于取悦的名声 至于文武分开什么的 他心中其实仍旧大不以为然 不过路相随俗 既然张氏认为这样比较好 他也没有意义 顶多就是到时候辛苦些 两边走 张氏也觉得 免了戏乐 一无不可 赵伟更是举了几个例子 说明最近这一年里 大户人家 尹燕 已经没有从前那么奢侈了 金上登基后 作风就一直偏向节俭 深得文臣试连赞许 轩贵武将们 虽然不以为然 但尚有所好 下必甚焉 最近京中 也开始流行起 简化版的宴席呢 事情就这么定下了 赵秀又开始跟张氏 商量起宾客名单来 广平王父子 已经说好了不会来 但帖子还是要送的 这是应有之疑 祝国将军府曹家 是第一个要请的 曹家有宴席 必请赵家祖孙 赵家祖孙有宴席 自然也不能怠慢了曹家人 几位多年以来 一直与赵家祖孙 保持不远不近的联系的武将人家 也在必请宾客之列 只是对于汪东升 赵秀与张氏有不同的看法 张氏虽然厌恶汪家人 之前的误会与污蔑 但如今已经明白 他们不过是受了 牛氏祖孙的蒙骗 也得到教训了 但汪东升曾经养在赵家 又与别人相比 和赵家的情分更深险 赵家摆宴 无论如何 也不能把他忽略过去 如果因先前的事 将他一家拒之门外 传扬开去 这门亲友就真的要绝了 赵秀则认为 汪家尚赶着给他们祖孙不痛快 他们何必态念旧情 又不是他们祖孙理亏 就算真要跟汪家恢复往来 那也得是汪家先做出 赔礼道歉的姿态 让人觉得有诚意了 赵家才会考虑宽宏大量地原谅他们 现在汪家啥表示都没有 赵家就先给他们下帖子 岂不是让人家觉得赵家人很好欺负 赵魏站在妹妹这一边 所以张氏没有坚持太久 只是劝赵魏 给曹家下帖子的时候 跟他们说说这件事 若是他们愿意出面说和 叫汪东升给我们赔不是 我们也不必跟他们计较太多 如今他也被牛氏害得不浅 狼狈得很 说我们落井下石 倒是辜负了你们祖父 当年抚养旧部遗孤的好意 赵魏与赵秀对视一眼 后者默然 前者笑了笑 是 祖母 孙儿心里有数的 武将这边的客人 捋得差不多了 至于几家薰柜 张氏对他们不熟 其中还有梅山伯父 秋家这种女眷 与他们不合的人家 但因赵魏曾经与他们打过交道 因此都一并请了 张氏看着宾客名单上的列表 觉得为了孙子着想 他忍一忍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剩下的就是文官世人方面的宾客了 几位曾经指点过赵魏功课的大儒 自然在列 邻居那位老汉林学士 也是坐上宾 张氏轻点了一遍 发现与自家交好的文官 其实没几个 当年与他相熟的大部分人 都不在京中了 倒是太后娘娘的娘家蒋家 因为赵魏赵秀 护送金上进京时 曾经脱避于他家 因此还算打过交道 下个帖子应该不会被拒绝 考虑到赵秀与方武姑娘交好 张氏又在名单上 加上了方家几房人的名字 赵秀不太乐意 请方武过来就算了 在家请方太太和方武的哥哥也无妨 方大姑娘曾经陷害过我 方二方四每次见我都是阴阳怪气的 请他们做什么呢 方少卿更是跟我们家完全不相识 心来也无趣 倒是逢留两家的姑娘可以请一请 他们的父兄我不认识 只请女眷就好了 张氏笑道 即使男女客都有 哪有光请人家妻女 却对家主不闻不问的 就算人家不来 也该下个帖子 方才合乎礼数 不过他也参考了赵秀的意见 只写了方少卿夫妻与其嫡长子方锦齐 幼女方武姑娘的名字 赵秀看了便笑道 方锦齐与我见过两面 倒还是个和气的 请他来应该不难 倒是方大人 听闻不大喜欢与勋贵武将打交道 可若我们家真的要请他来 他也不好拒绝 何人来得不情不愿的 未免有违我们的本意 还是让妹妹先跟方武姑娘 稍息问一声吧 若是方大人无意出席 那我们正式下帖子的时候 就不必请他了 也免得他为难 张氏点头 嗯 很是 就这么办吧 赵秀立刻就拿过纸 给方武姑娘写起了信 最近这大半个月 因为心情不好 他一直没跟方武姑娘通信 也不知道对方近来如何 问候完之后 就将自家预备搬入新居的事 说了出来 还请对方来喝暖居酒 并且询问对方父母兄弟 是否愿意出席 当然 赵秀没有忘记名言 只希望他一家子来 族人堂亲就不必了 碧汉曾经去过一回方家 因此就领了送信的任务 到方家去 半日才回来 赵秀问他要回信 碧汉却一脸古怪地说 方武姑娘说 要先问过父母的意思 过两日会给姑娘回信的 让我先回来 赵秀疑惑地看着他 这也没什么 你脸上这是什么表情啊 碧汉欲言又止 赵秀眼色 示意房间里的其他丫头们出去 才问他 说吧 到底是怎么了 碧汉一脸神秘地说 今儿去方家 好生的古怪 他家门禁延了很多 我上门送信 门房的婆子再三地问过我的来历 又叫了见过我的人来认 确认是建南侯府的 才让我进了门 到了二门上 又等了好些时候 我才等到方武姑娘的丫头 过来领我进去 他家从来没这么延过 也不知是怎么了 还有 我在方武姑娘的院子门口 瞧见了几个婆子 把他家四姑娘给拖走了 他家四姑娘哭哭啼啼的 也不知在闹什么呢 赵秀十分地吃惊 你看清楚了 他家的婆子确实拖走了方四姑娘 碧汉十分肯定地点头 赵秀就糊涂了 这不可能吧 就算笛之比庞西的高贵些 方四姑娘也是正儿八经的 官家千金 方家的婆子 怎会如此的无礼 难不成方四姑娘 做了什么坏事 才会如此的不受笛之待见 方武姑娘一直没有回音 赵秀猜想 他家里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了 所以他才会拖拖拉拉的 连要不要到别家赋宴 都下不了决定 更奇怪的是 赵秀觉得这不合常理 如果方家真的有事发生 他直说不来就是了 赵秀总不会因此就生了他的气 拖着不说回绝 又不明言会赴宴 到底是做什么呢 这叫赵秀如何决断 到底要不要给方家下帖子呢 给其他宾客的帖子 陆陆续续发送了出去 大部分人都回说会来参加 就算有人当日有事不能来 也都客气地送上了贺礼 这越发显得方家形势古怪了 赵魏亲自出马 给几位大儒送请帖 顺道向他们请教了一些 学术上的疑问 回来时带回了一个 让赵秀恍然大悟的消息 原来方家真的出事了 任职太常思少卿的方武姑娘之父 日前宫事上出了点披露 本来那点小问题并无妨碍 早些遮掩过去就行了 偏方少卿不走运 刚好遇上皇帝亲临国问 他的披露就曝光了 龙颜大怒 方少卿被勒令在家反省 到底是革职还是降职 尚未有定论 方家上下正处于坠坠不安之中 方家子弟四下托人情 打探消息 想要找人在狱前 为方少卿说好话 上太傅那边还未有回音 方少卿的堂弟 方二姑娘与方四姑娘的父亲 方艺山又出事了 同样是本职工作上的小披露 方艺山坚信自己 是受了方少卿的牵连 才会被同僚陷害的 方家家族内部 各房之间的矛盾 开始被激化了 方少卿好不容易送走了 阴阳怪气的堂弟方艺山 有些头疼地揉着鹅脚 心里一阵烦闷 方艺山这几日 都是这般的态度 一改过去的亲近讨好 想来是以为 敌之掌房官位不保了 权势不在 再也用不着做小服低了吧 虽然方少卿自己也拿不准 方艺山出事 到底是真有问题 还是受了自己的牵连 但方艺山若不是他自己做事 出了披露 人家要牵连到他头上 也没有由头 可见方艺山这一劫 归根到底 还是他自己的错 可方艺山不愿意接受这一点 他似乎都有些疯魔了 执意要求敌之出面救他 最好是方少卿去求上太傅出面 否则就要拉上其他族人 追究方少卿 身为家族宗长 却未能护住族人 反而还要连累族人的罪过 方艺山认为 今日他能因受方少卿牵连而获罪 其他族人也不可能逃得过去 所以大部分族人 出于自身的利益 肯定会愿意站在他那边 方少卿对此十分的烦恼 族里虽然还未有第三个出世的子弟 但族人们私下的议论 他也听到了 再这样下去 即使他没有出事 只是降职 还能保住官位 在族中的威望 也会一落千丈 将来就真真地 弹压不住族人们了 这还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呢 如果他官位不保 又或是被一贬到底 那也不用考虑 敌之在族中的地位 先是嬴王逆暗 他的弟弟被卷进去时 敌之威望就一度受挫 还好他官位 仍旧是族中最高的一个 又有王富一则 方才震住了场子 如果这回真的丢了官 潘农赋风的希望 就完全灭绝了 与其继续留在京中受气 还不如想个法子 谋求外任 兴许还能过上几年 体面些的生活 至于京中族人 以谁为首 他也懒得理会 方艺山算什么东西 难道他还以为 将敌之踩在了脚下 自己就能得意了 他不过是犯了些小错 就慌张成这样了 还逼敌之去向上家求援 一点气度皆无 这样的人 怎么可能做家族领袖 我肯定都不得了 我肯定是